嗯,喂 嗯,好 嗯,好 嗯,好看这班级啊 嗯,这个加过好多次了 嗯,这个加过好多次了 大致都差不多吧 嗯 周黑以为下面 下面其实也不怎么大 我知道怎么大,但毕竟也是全盘最后一个大厂嘛 嗯 嗯,现在究竟走哪里还真不知道 嗯 嗯 嗯,但挺不想围下边的 但是不知道走啥,是吧 嗯,上面走的我看也挺大的 我能走路成空呢 这就是空了 随便打路进来 嗯 看情况吧,比如试试应手之类的 不知道怎么样 嗯 嗯 嗯,或者这边是零手,带点损 嗯,这样可以考虑吧 嗯 嗯 嗯,站下左边 上边走一走 左边两个比较薄,上边空比较大 嗯 嗯 下边它如果飞,你就跳过去 而如果打入,你就靠出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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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然飞也是有价值的 嗯 嗯 嗯 感觉现在外面好像更大一些 嗯 然后一拖 这样 嗯 嗯 这黑鸡肯定是要被白鸡攻击一下 黑鸡还是有些薄吧 嗯 嗯 所以当初还是 想加强一下这边 哪怕就跳一个其实也挺大的 但是下面被你夹住 我那个子很难跑 我觉得可以 嗯 夹住就靠出来了 你二斤夹呢 嗯 随便下吧 这个就长出去 白鸡也没什么便宜啊 嗯 嗯 本身下边这里 空是比较少的 嗯 也不是少 就是效率不 因为黑鸡的头特别硬 所以下边这微空的话 效率可能不见得高吧 嗯 把你左边算是捞点实地吧 然后黑鸡还要逃跑 嗯 不过黑鸡能牵手活到也 没怎么 没怎么亏 嗯 那将来这个是 还是有点薄的 嗯 如果外面被封住里边 是要补齐的 比如实际上最后关头 那个地方 白鸡先抢了点实地 黑鸡也飞 嗯 嗯 究竟哪个飞大啊 搞得太近 右边是飞也挺大的 嗯 然后白鸡 威胁一下黑鸡 黑鸡不断 后来黑鸡靠出来 反正这一带 黑鸡结果也还行吧 因为这打结白鸡也打不过 没有这么大的结 只有沾上 那这样黑鸡等于 几乎是先手活了 那黑鸡还不错应该 嗯 不过沾上也行 这沾上也挺大的 因为左边 嗯 或者现在这个地方也蛮大的 这个地方走两下也挺大的吧 我觉得我后来研究也应该走这 我没想到你现在已经靠这全围住了 嗯 其实这时候黑鸡形势应该还不错 其实开始感觉黑鸡这个飞不弹 那后来白鸡攻击其实也挺失败 这几乎都落两个后手 就走两步黑鸡也没受到威胁 嗯 嗯 白鸡攻击有点失败 嗯 所以这时候黑鸡应该还行 白鸡这儿十是目多一点 十三 上面是 两块加起来能有四十木齐吧 嗯 白鸡全盘能有四十五十木齐这样 嗯 黑鸡这是 十 三十 这是 二十五吧 左边有一批 左边有五批 好 轮到黑鸡下黑鸡形势应该挺好的吧 这样 两个六十木齐吧 嗯 是啊 轮我下 我还比中间新生主义限制也会 嗯 后来 白鸡 嗯 白鸡到开始也没想怎么唯控 就是不想让黑鸡刺这个 嗯 这样扭断之后反正黑鸡再次也没移位刺了 我当时以为是那个我以为是先手呢 结果后来才发现到生态其实并不怎么严厉 嗯 黑鸡要是跑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嗯 这样就比较乱了可能 需要冒些风险吧 我有些怕被杀这么走 嗯 白鸡这种断可能是先手 有些太多了白鸡 白鸡 实战转换了 那这个白鸡实地可老了好多 这 黑鸡实地上收获了大概有 二十木齐吧 嗯 大概收获二十木齐 嗯 同时这脚上的白鸡就被吃了 嗯 嗯 那白鸡收获的貌色比黑鸡多了 白鸡感觉得收获三十木吧 五十吧 嗯 中间差不多为了三十多呀 五十 嗯 嗯 最近四十吧 嗯 嗯 这儿白鸡明显便宜了一些吧 后来黑走这个行不太好 应该是单 单场应该会好一些 比那个好吧 嗯 嗯 我抢个线索 单场下来这边还有手段 嗯 走这 啊 我现在写过去 还不见的怪还是什么样 现在写过坏还是不怪 现在不知道啊 这只得数了 这小尖应该不是很好感觉上 小尖那就只能理解成想先手了 嗯 但将来如果如果再走的话呢 肯定是亏了 和带立相比肯定目数亏掉了 嗯 等于是这样的 嗯 这两手算是正常的 嗯 嗯 其实也差不多 嗯 也差不多吧 嗯 嗯 还行吧 之后这个小尖也挺大 他和这个小尖比感觉这个行更大 这是逆手 嗯 这个是更大一些呢 原来是这样 这和实战相比黑系能多八九目吧 八目七至少 嗯 呀不是八目 嗯 嗯 一二三四六目七 嗯 嗯 白系大概也少了三目这样 你说十目七差不多 这个也挺大的 嗯 嗯 但是下面这个小尖确实也不小 这是一个双鞋 我说起初以为说双鞋 但你现在可以不走 就只是这三对双鞋 嗯 白系瞬间 就收了几个关子了 然后黑系那个地方没火 被天上断一个 这黑系要吃点亏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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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把这个吃了 这个也挺大的 而且这个等于是 先手啊 如果黑系走等于是逆手 那这个非常大了 黑系如果走得自己就多了七八目吧 嗯 这些都是多出来的 嗯 多八目七至少 嗯 如果白系吃掉白系也能多两目吧 差不多 多一多一目七啊 这两是九目 也就黑系走大概逆手九目 嗯 后手十八 这个也太大了 嗯 嗯 最后这关子阶段 等于黑系就走到一个小间了 大关子阶段 嗯 当然 不走这个可能也未必 反正 反正 就是 黑系如果走别的 可能 确实这些 关子 正常也是应该白系 手的多一些 白系走小间 基本上也是先手 嗯 就正常手 反正这些确实也都是白系先手吧 嗯 就正常手也是这样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是吧 嗯 就该是白系的 还得是白系的 所以 嗯 白系搜刮黑系的地方 肯定要多一些 就是 嗯 嗯 这确实都是白系全力 这都没啥反抗 嗯 说到这确实黑系孔比较吃紧吧 应该盘 盘面差不多了 后来这也没长 好像长一个是不是好一些 一段一个 啊 这样可能落后手 啊 确实是 嗯 嗯 但是这些还得计算是吧 这算黑系能不能拐出去 你找人说 这个怎么起呢 啊 啊 这个 高不太轻啊 嗯 这个 高不太轻啊 嗯 嗯 这得算一下吧 嗯 哇 而且这个就算把黑系吃了不一定好 将来右边全得熟气的 吃了黑的但是还是皮 就算吃了黑系黑系其实可能也行吧 如果全熟气的话白机空肯定并没有增加 而黑系边上也能增加一些吧 嗯 等于这些关子都是黑的了是吧 白机半盏可能都没有了 也是 嗯 后来冲看错了 嗯 以为能断的 其实断不了 黑系这能延期 延期吃了 是吧 我之前这个段也是绑的这里 但之前那个段其实不用 我之前那个段也是为了绑那个 但其实并没有用 后边就没什么了 盘边差不多好像 嗯 嗯 嗯 这小飞 反正我感觉可以下积极一些的 嗯 哪怕跳一个 我感觉也行 反正左边两个有点薄 感觉还是中间大一些 后来开始被攻击感觉黑系挺对动 但后来 也没攻击到什么 这时候黑系应该还还可以 白系连续进攻等于全是落后手了 等于白系花两手期都没把黑系怎么样 还是后手 嗯 那这俩 这当然也是也是有点 不是完全没收获就是 嗯 白系就是等于外边全厚了 嗯 但黑系还是不错吧 白系毕竟没多少空 嗯 黑系如果走这边好像可以行 是应该挺好的 后来这转换黑系好像亏了一些 后来关子肯定是白系搜刮黑系地方正常也是多一些 白系牵手的地方比黑系肯定要多 嗯大致是这样吧 转还是中间转换这个亏的好像挺多 嗯 那我搬断了以后我还该怎么走啊 我那个地方我觉得打开太危险 那还有别办法吧 之后就搞不太轻了 嗯那只能危险着来吧 要不就是 嗯那最好还是前面走吧 前面走会好会好一些吧 嗯 但是我也在考虑着 但是但是我觉得那个拆其实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那个B还是挺大 确实大 因为上边脚跟脚还有关系 嗯而且你乱吃点手段那个B 就这么快点你不抓我 所以我还是死了 然后当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居然你吃了 能够那么多露出 这实是挺大 嗯也就是白系之前这个虽然画两口气 但两口气还是有价值的 只是黑系看着比较弱 画两口气还落个后手 嗯不见得好 但是其实这两口气也不是完全亏两口气 嗯也把上边中间走后一些了 再就是飞感觉还是稍稍一些换 嗯 那是谁呀 嗯看其他地方呢 嗯 嗯好 那其实就摆在这吧 嗯